闲聊军中八卦 讨论军情动态 还是一起来研究军武知识 这些近在后卫丰富的部队锅 欢迎回到每周三吃过的时间 这里是部队锅 我是联合报军事记者旭伟 这一集是部队锅的第94集 即将在明年初 部队锅这个节目就要迈入到EP100集 可以说这两年 题目真的是做了不少 那在这一集上架的时候 刚好就是12月14号 也刚好就是我自己的生日 那我就在想说 这一集应该要讲一些什么 我就不妨 我在这种生日的时候 在军事采访的工作上面 曾经经历过哪一些事情 我就挑一个 来跟大家分享 那一次也正好是一个蛮特别的经历 那就是在每年的夏季跟冬季 其实都会有所谓的突击兵训 每年会有两T的突击兵干部训练班 会开设在古关那一边 那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 曾经在古关那边 就是107年的时候 107是2016年 所以是108 2017 108 反正就那一年 第二T次的突击兵干部训练班 我曾经做过一个蛮完整的采访 那在他们杰训练的时候呢 我也曾经就是跟了他们一整周 那在那一次也刚好跨过了我的生日那一天 那一次的采访经历也是十分的特别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这一集我们就在聊就是 我在突击兵训 他们那一次的突击兵训 我在随行的采访过程中呢 我看到了哪一些的事情是比较特别 比较好玩的 那也把美国的突击兵训 美国的游骑兵学校Rangers 来跟台湾做一个小小的比较 因为正好我也有朋友 就是也曾经送到 美国的游骑兵学校授训过 不很可惜啊 因为那个台湾人的体格 跟美国人终究还是有一些差别 所以其实在美国的游骑兵学校 虽然每年我们都会选一些 不错的 就是蛮好的一些军官 或是军事官啦 基本上以军官为主 会送到那边去受训 不过能真的熬回来的人 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 并不是说熬不回来的人不好 而是说他们的要求 其实真的很高 尤其在体能上 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美国突击兵 游骑兵 Rangers 他们在一些受训的条件 他们训练的一些条件 玩训的一些条件是什么 那其实跟台湾比 还是有一个相当的差距 不代表说是他们比较好 而是说因为体质上面的一个不同 变成说在相同的条件下面 我们会比较吃亏一些些 那当然我们也就必须要在这方面再多加强 不然的话 因为毕竟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 是持续在进行的 那我们的人要在那边 能够获得一些更好的 或者说一些不同的军事的能力的话 那相对的我们在自己的不足的部分 就必须要去补强 那这就是稍后 再晚一些会跟各位提到的一个部分 那一开始我们就先聊一下 就是那个突击兵啦 因为很多人想说 那个常常会看到像不管军文社也好 或者说像是我们一些媒体采访的 突击兵的训练也好 会想说突击兵到底是什么 那突击兵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建制单位 它是一个干部训练班 在台湾是个干部训练班 它是一个不分兵种 不分兵科的一个特殊训练 其实任何的兵种兵科都可以送训到突击兵 不过在台湾啦 就是以陆军为主 而且因为基本上它的这个训练的课程 它就摆在陆军里面 那像美国的第75游击兵团 也就是全部都是突击兵资格的人 组成的一个建制部队 它其实也是属于在美国陆军特种 司令部下面的一个单位 所以变成说它其实还是以陆军为主 那它的训练的目的 是要训练在一个军员 能够在最恶劣的天后最复杂的地形 最艰苦的环境 以及最沉重的生理和心理的压力之下 能够去克敌制胜 那这个条件说穿了 它就是一个最顶尖的步兵 那游击兵 不管是Rangers 或者像是台湾的突击兵也好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步兵的概念 它并不是像一般我们台湾讲说 装布协同啊什么之类的 这些都是它训练的其中一环 但是它终究的核心是以步兵为主 那这个Rangers 或者说这个突击兵 或者游击兵 它的前身 它应该说它的发展的一个历史 其实跟中华民国 美国的游击兵 其实跟中华民国 是有非常浓厚的一个关系 是在于说 在二战 那时候对日抗战时期 有一个叫做麦瑞尔突击队 那时候是中缅义战区 那个司令叫史迪威将军 他那时候跟孙力仁将军率领的远征军 新一军的新38师和22师这个单位 共同作战 那时候就取得了一个叫做密之纳大姐 在缅甸那一边 密之纳大姐 那这个突击队 它的徽章中 就是纳入了青天白日的图案 所以你现在去看美军的那个75 就是第75游击兵团 去看这个游击兵团 它的徽章 其实仍然是有一个12道光芒 那右下角那个星星 就是指缅甸 那中间那个闪电就只是他们的一个突击兵作战的那个迅速 敏捷 就是Rapid的那个能力 这就是他徽章的一个典故 那这个团呢 当初是叫陆军的第75步兵团 那后来就变成75游击兵团 那也是美国整个特种部队的一个前身 那这个现在正式单位 它是编在美国陆军特种作战部 美国特种作战指挥部里面 那就我刚刚前面有讲的 它是在本宁堡里面 那下面呢 现在它的状况呢 是有三个营 有第一个营呢 是在那个Hunter Army Airfield 那第二营呢 就是在那个Fort Lewis 叫做路易斯堡 就是在华盛顿州里面 然后第三营呢 就是在跟他们那个大本营一样 就是在本宁堡里面 那这个编制内成员 就刚刚有跟大家说过 他就是必须要是 你是要玩训 就是Ranger School 你是必须要是游击兵学校玩训的一个人 那他才能够进到这个部队里面 但是呢 就跟台湾的状况一样 因为你在突击兵学校受训完之后 你可能会在之后 会接受其他特种部队的训练 但是Rangers他算是一个蛮基本 就是你要当一个 很顶尖一个特种部队成员的话 他是一个基本的训练 那你受完这个训练之后 你就可以跨到另外的领域去 所以他就常被讲说 他是一个特种部队的一个先修班 或者说是一个入门部队 他会想这样讲 那在台湾 就突击兵干部训练班 其实他并不是说 我这些突击兵的受训完的人 他就是要去当 我就是个突击兵 组成一个突击兵的部队 他其实并不是 他是要回到各个单位 原建制的单位里面 把突击兵受训的一些概念 和他们所学到的一些技能 再去传授给部队里面的其他人 你会像是一个特种部队的火种一样 就返回到部队里面 让他去发扬光大那种概念 跟美军的Rangers 第75游记兵团的概念 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去采访的时候 那一批送训的学员 有一些是基层干部 有军官的 那有些是士官 兵很少 通常是以士官为主 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志愿役 还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全志愿役 就是所谓的那个 一年的第五役 那时候是两边并行的情况之下 兵相对来说是比较少 那因为士官的话 他会常留久用嘛 所以说很多的长官 他就会想要把一些 就是基层里面比较好的 比较优秀的人 就送到突击兵干部训练班里面来 所以那一次送训的学员 总共我记得没错的话 那一次的话 应该是35个人 在我刚开始进去 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 是35个人 然后最后剩下9个人 所以其实淘汰率非常的高 而且我在最后一次 他们节训周的时候 一开始是11个人 然后到最后 中间还有两个人就 fail掉了 就失去资格了 所以最后只剩下9个人玩训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严苛的一个挑战 那虽然说很多人讲说 啊怎么台湾的那个病啊 相对来说 耐操的程度 当然不及外国人啊 怎么样之类的 当然因为我们体格上先天的一些限制 长期就是 一个文化上面的影响 所以变成说我们在体格上面 可能相对美军啊 或是像欧陆军种 可能就没有 或者说俄罗斯那一边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 汉草民那么的好 但相对 其实你去看我们的突击兵的训练 其实也是很严格的 我说光是体能训练 其实就很吓人 不会输所谓的体干班啦 当然最恐怖的应该是所谓 在部校里面的体干班 那个应该是最惊人的 在进入到我们台湾的突击兵之前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突击兵大概基本上长什么样子 然后呢 再讲到我那一次 所看到就是他们受训的一些状况 和捷训州的那个状况 然后最后再讲到美军他们怎么训练 那会把我朋友他当初经历到的一些事情 也放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默默的看完他的捷训报告 其实真的蛮精彩的 就美军的现在游击兵的资格 基本上他们有五个大的诉求 首先是体能啊 体能一定是第一个强项 因为你必须要在很艰困的环境里面作战 而且因为他们有三个大领域的任务范围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讲 非常的非常的吃体能 所以突击兵第一个要求 就是你必须要有很强悍的体能 那第二个是枪法 因为他们毕竟是步兵 步兵最重要的是你的那个 就Marsmanship 就是你的枪法部分很重要 不管你是手枪也好 或者说是一般的突击步枪 或者是说像是精准射手步枪 或者是狙击枪 当然狙击枪它会有所谓的狙击组里面 或者说这样侦查联这些的单位 但基本上你的突击步枪的能力 一定要非常的好 那再来是战术医疗能力 这是台湾相对目前还是比较薄弱的一环 那战术医疗能力呢 不只是单纯的TCCC而已 Rangers他们自己有发展出一套 所谓的RFR 就是Ranger First Responder 这个东西 那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 它并不是单纯TCCC 它TCCC只是RFR里面的一小环而已 它的目的是因为突击兵他们常常就是所谓的独立作战 所以变成说 而且是小部队的独立作战 所以变成说它不需要让非医疗兵能具备 很完整TCCC的战术医疗的技能 而且并不是单纯只有人对人的TCCC 他们甚至在他们RFR的手册里面的尾巴那一环 还包含了犬类的TCCC 因为他们常常可能会需要带军犬出去 或侦察犬出 就是所谓的侦察犬 侦报犬之类的 那变成说在这种交火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这些军犬它会受伤 所以这些军犬其实美军也要发展一套 就是给兽医使用的TCCC 所以其实在他们的RFR手册里面 其实是有包含给军犬使用的一些急救的指南 那这个RFR里面它其实分了一个七个章节 那当然第一章就是传统的 一般我们所在这种战斗医疗里面 我们所谓学到的TCCC 那就是出血呼吸到气胸 那后面还加上了输液 就包含上你人对人的输血 或者说是你有血带的输血方式 那其实像战术上面 很多时候其实你是没有所谓的血带 你是没有那个资源的 所以变成说你要如何在你的同袍之间 找到适合的人 然后如何去取他的血 然后做人对人的书写 这就是在RFR手册里面有的部分 其实你在像我之前很久以前 曾经有跟大家介绍那个The Post 那一部电影里面 其实中间就有人对人书写的这一块 那其实就是有在RFR这个手册里面曾经有写到的 那另外还有头外商和体温管理 还有最后的后送管理 那就是他整个很完整七个章节RFR里面 那所以其实在美国的当地 蛮多人其实 这个手册是可以买来到的 它其实是算TCCC里面再更进阶一板 它其实涵盖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 那是他们所在要求的一个战术医疗的能力 那再来是机动性 因为Rangers他虽然说是步兵 但是你步兵要如何去投送 那你在你的一个阵地 在阵地的转换之间 你要如何去移动 就变成说是他们很重要的一点 尤其你现在的战争 你必须要快 所以变成说你要如何的搭配 其他的机动兵力 那就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包含像是空降也好 或是战术车辆 甚至是小艇 所以Rangers虽然说是陆军 他也并不是说什么 两栖部队三栖部队 像我之前讲的 像PJ啊海报啊 这些单位一样 他是一个很传统的陆军 但是他必须要会空降作战 也必须要会水域作战 他只差没有潜水而已 潜水并不是他一个必要的条件 当然如果你是有 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 当然你在受完所谓的游击兵训之后 你想要再去受所谓的战斗潜选训 那些在美国当然一定是可以的 不过他们基本的条件 就是空降战术车辆和小艇 你如何在沼泽地移动 这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环 包含像台湾 台湾的突击兵 其实也是要训练沼泽地移动 待会晚一点就会跟大家讲 就是我在台湾看到他们 除了我们国军的突击兵 干部训练班里面 他们训练沼泽地的过程 其实也是 也没有到多沼泽 因为毕竟古关那边 算是个蛮高的地方 不过他们也就有到一些比较辛苦的环境里面去 所以其实也是 所以水域的训练其实也是有的 那包含像一些泥泞地啊什么 他们都是要训练的 这都是他们的一个范围 那最后一个是小部队战术 就五大诉求里面 最后一个就小部队战术 就六人小组 在我记得我接线没多久的时候 应该说是2012年吧 那时候刚开始排军事的时候 那时候古关就有一次媒体的邀访 就第一次介绍所谓的六人小组 也就是现代战争 小部队战术里面很传统的 跟美军现在所谓的11人步兵班不太一样 这种小部队战术 都是特种部队在使用的六个人而已 很非常的小 基本上就是一家黑银在两个六人 或者在一个六人小组 这所谓的一种空中突袭的一个作战 那这是他们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编制 六人小组 那当然会因为他们任务目的的不同 他们的六人小组里面的编配 就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变 不见得每一次都一定是前面两个 两个前锋就是拿着散弹枪 然后中间拿着两把步枪 然后再一把狙击枪 再一把机枪 其实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这样做啦 所以他们会在不同的任务属性里面 他们会做一些不同的调整 不见得每一个都会有散弹枪 可是这是他们必须要学的 所以其实突击兵学习的东西 非常的广泛 非常的多 所以课程相对也蛮长的 然后也蛮多室内课的 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说 这种突击兵或是这种特种部队的训练 都是在外地 然后都是参风露宿 然后睡在无阿宝 其实没有啦 他们里面的室内课其实蛮多 所以像那时候我去采访的时候 并不是每天去跟 所以常常就是 我到一个阶段去拍个一天 然后到一个阶段去拍个一天 然后最后简讯走的时候 跟他们一个礼拜 会变成这样 因为中间有很多是他们的室内课程 也要考试 也要比试 所以并不是说都是数科的考试 所以其实是跟一般 我们想象中会有点不太一样 就跟一般你去学一些专业技能差不多啦 你都会有一些比试和数科的考试 是一样的 那刚讲完就是美军的突击兵 Rangers 我现在真的是最容易搞混 但讲到台湾的突击兵训练 那最早可以追溯到孙力仁 那其实就刚刚前面讲的嘛 就是密之纳大姐那一次 就是美军的迈瑞图击队 就是迪威 跟孙力仁联联手那一次 所以变成说台湾的突击兵 其实跟孙力仁 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关系 那时候到迁台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新一军 就编成了六个所谓的突击总队 那时候就是准备要反攻大陆 尤其孙力仁他一直是很坚持必须要去反攻大陆的一个将军 但是后来就是局势的变化里面 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干部训练班 那当然因为孙力仁他是维基尼亚军校毕业的 他就把美方的一些训练的一些准则 就带进到我们国军的部队里面 但是呢这个孙力仁后来就是因为遭受到 蒋中正总统那时候 应该说蒋经国对孙力仁其实是有一些顾忌的 所以因此孙力仁就是遭受了 就蒙冤了啦 到后期他就被软禁了 所以后来他很多的制度 你也知道就是很多政治就是这样子 就是人亡正习嘛 可是到后来 大概差不多到1960年的时候 因为其实有蛮多军方的人就是有送到美国去 受一些步兵训和空降训 像是李建宗之类这些几个资深的一些将领 那时候就是有受训 所以其实还是有逐渐逐渐的去影响到我们 不过到后来 就是差不多到1987年的时候 因为中美断交之后 其实台美的军事交流曾经有蛮 就中断过蛮长的一段时间 不过到1987年的时候 陆总部就决定 因为后续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些经济嘛 所以在谷关的特战训练中心里面 就重新开办突击兵干部训练班 那那时候呢 之后也想要说 充实这些师资人才 所以也逐渐的去选训人 然后送到美国去 也去争取这些 所谓的美国游击兵学校的一些名额 那接下来就是这20年来呢 就是我方派训的人员 其实就是刚刚前面讲的 因为体格上的关系 所以其实能够玩训的人真的很少 差不多只有9个人而已 到目前为止 大概就是10个人以内 玩训的人其实并不多 那所以这些训练 其实到底它严苛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等一下会跟大家 所讲的 那以现在美军他们游击兵 就是第75游击兵团 他们所要的任务有三种 那其实第一个是特别行动突袭 就是Special Operation Raids 就是快速的控制破坏 或夺取敌方的物资或是阵地 那这就是突击兵 我想突击突击的一个关键 就是keyword就在这个地方 不过突击兵他真正最标准的任务 并不是在单纯的突袭 而是强攻 为什么会说突击兵的首要条件 他就是必须要非常强健的一个体魄 那就是因为他很多的任务 他是必须要强袭的 他并不是很单纯的 像狙击手是藏在一个地方 给人偷偷放一个冷枪 他并不是 他常常是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然后非得要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变说他蛮辛苦的 就是forcible entry operations 强迫进攻行动 他可能要跟其他的兵种进行特攻 他是一个比较硬汉式的一个做法 所以像我们的突击兵 他在捷训的时候 在过去会有所谓的山地丛林战 他就可能就是要从一个很荒郊野外的地方 逐渐的朝向他的目标去前进 虽然说他是一个渗透的一个行动 但其实他是不断不断的强行在进攻 他并不是一个迂回的一个战术 所以变成说突击兵他必须要有 很快速的移动能力 很迅速的打击能力 然后加上他有很强的体魄 可以去进行强攻 这就是突击兵他的任务形态 然后还有一种叫做特种侦查 就是special reconnaissance 这就是渗透敌方进行侦查 情报搜集行动 那这通常都是在一些比较大的任务之前 也就是说 也就这三个组成 其实突击兵 就刚刚前面说他们讲的六人小组的一些 包含像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 他们为什么是一个可以独立进行作战的单位 虽然说他们是步兵 他们可以联合其他的兵种 然后进行一个独立的作战 被投放之后 他们可以进行独立的任务 就是在于说他们具备了这些很完整的能力 而且有强迫的体魄 然后有完整的战绩 还有在各个 不管是在空降也好 或说在陆地机动 或是在水域的移动 他们具备这样子的高机动性 所以他们可以去进行很强袭 还有就是一个很迅速的一个 快进快出的一个突袭的行动 这就是他们一个三种的主要任务 那台湾的突击兵训练 基本上我们就是依循着美方的教犯 一直持续的去编写 当然每年就是会送训一些 我们的优秀人才到美国的Rangers 过去做训练 那他们带回来的 就每年美军会做一些 所谓叫他们教犯的一些编写的一些修改 那也就是会被我们接送训的一些 我们国军的同袍 他们带回来 那做慢慢慢慢的演进 那其实突击兵的干部训练班的 一些受训的过程 过去和现在其实是有一些变革 那刚好我在2017年去的时候 也正好遭逢到了一个很新的变革 那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来在台湾突击兵训 总共有12周5个阶段 其实之前我听到我朋友讲说 他大概好像变成说是拆成两个阶段了 因为前面一阶段是所谓的 突击兵干部训练班 那后续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再接海龙除训 或是高空特种任务的散训 就所谓的两山 你可以去接这两种不同的训练 不过陆军司令部回复给我 就目前仍然是12周5阶段 那总共就1到4周 其实就三个月 那1到4周是基本战技和体能训练 其实跟美军很像 然后4到6周是山地战技和空中突击训练 那等一下空中突击训练 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那这是4到6周的阶段 那再来是6到%的时候是城镇作战 那也就是包含所谓的CQB 9周第10周是特战战术训练 那也就是跟美军所谓的那种武器学校 这种比较类似一点 那10到12周是水域作战 那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讲说 我在谷关那边看他们滑小艇 10到12周那个时候 那每年有上下两梯 4到6月和10到12月 那因为7到9月是训期 就是常常特战单位 他们都要去做救灾工作 所以就只会分比较前面 就是春季的阶段一个题次 然后冬季一个阶段一个题次 那那时候呢 原本我这边讲他们接训的一个要求 本来以往是山地丛林战 像过去有一些同业 他们去采访 就会去爬那个渊山啊 那些地方 不过到我那一次的时候 他们已经变成了山地丛林 水域城镇 他们是有一个推想的 就是说我可能我的渗透任务 是从山地里面先把人投射进去 然后可能要跨过某一些的水域之后 我到达我的重要据点目标 那就是城镇里面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特别去 加重CQB的技术 还有水域小艇操舟的一个技能 那就跟过往就单纯的山地丛林 大型军那种概念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另外呢 空中突击呢 就包含了他们以往 是做所谓的突击着陆 就可能直升机落地而已 或者说是用那个八字环 那大家如果有可能做一些 像是攀岩啊 或是一些攀登啊 可能会使用到这个器材 八字环 就是绳索套进去之后 然后做垂降 不过因为这个做法 相对就是一条绳子一个人嘛 那你如果六人小组要下降的时候呢 在直升机你就要放六条绳子 那你下降完之后呢 你人还必须要去拆绳子 那很麻烦 所以到我那一年 就2017年的时候 是第一年喔 他们突击兵干部训练班 必须要做所谓的快速绳降 那这个难度其实跟一般的 你的绳索下降来比 是难度高非常的多 而且他是没有所谓确保绳的喔 难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而且具有一些风险性啊 那那一次喔 我拍摄了哪一些东西 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开始去所谓基本战机的体能训练 就拍所谓的1000障碍 那1000障碍等一下晚点 可以跟美军现在所谓的那个Rap Week 就所谓他们的游寄兵的评估训练 其实是有点类似 但是相对来说 他们美军里又更严酷一点点 那后来到南投那边去拍摄他们CQB 他们使用的是那个南投的栽防训练中心 在南投 就那个子南宫那旁边那个地方 他们有一个甲城镇 他们就在那边练习CQB 那再来是中横那边有拍他们的水域训练 其实就是大甲西的上游 那那个地方其实蛮特别的 就是所谓那个天伦坝 那天伦坝其实是管制区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那个地方风景非常的美 然后那时候想说 哇怎么可以来到一个如此先进的地方 他们就在那个比较平缓的水域里面 先练习所谓的操舟 然后所谓的翻艇 那并不是只有海军陆战队的人才要练翻艇 其实连他们突击兵特战的人 他们陆军的人也要学会这种翻艇的技术 因为你在激流里面 其实有可能会造成大量的小艇的进水 所以做翻艇 那是一个必备的技能 另外一个是如果今天的小艇翻覆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有人可以立即的把艇翻回来 才能够让他们的装备能够丢回船上面去 然后才能继续的前进 所以都是他们必须要去学会的一个技能 另外就是拍那个 我刚刚讲的 空中突击训练 有个叫快速神将 是在新社那边 因为新社是陆军黑鹰的大本营 所以在那个地方拍他们快速神将 那一开始的时候 是从15尺的高度去练 然后最后的高度是40尺 其实很高 40尺其实是蛮高的一个高度 你从40尺的高度你滑下去大概 8到10秒左右 你要想你用手抓着绳子 然后脚夹着绳子 而且并不是用膝盖夹 你是用你的战斗靴的内侧 去夹着快速神 然后用手抓着快速神 然后这样子滑下去10秒钟 我觉得那是个人生很长的一个阶段 因为我想说 这个绳子这样滑下来 会不会一下下就好 其实后来算一下秒数 其实还蛮长的 而且直升机会晃动 那绳子也会摆 你在那过程中 你要紧紧的把绳子抓着 而且你不能抓太紧 因为抓太紧 你就不会动了 你要滑得下来 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 那其实过去像 如果各位听众 你有去看 所谓像是Black Hawk Down 就黑鹰计划这部电影 你就知道 其实快速神 在悬翼级 如果遭受敌火的同时 在运作的时候 其实它风险会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其实这是个蛮 高阶的一个战绩 虽然说它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东西 而且相对我们台湾所使用的快速神 其实蛮不错的 是英国Marlow做出来的那个产品 它比较粗 那相对像前一阵子 在那个长春航展 大陆解放军的空军的特战部队 他们曾经有秀 像就学习美国PJ一样 有去秀他们用那个 所谓的Combat Rescue 就所谓战斗搜救 他们使用那快速神 相对就细很多 那其实在使用上面 就觉得他们那快速神的品质 和他们垂降的那个安全性 其实就不会比我们台湾 和西方国家所使用 那个Marlow那一条Fries 来的安全 而且Fries它外层 其实是很多很多毛毛茸茸茸 那种就是加强你的摩擦力的 台湾的快速神 相对的安全性会稍微又高一点点 大陆那个绳子感觉就是很光滑 我觉得好危险 这是一个题外话 在拍完快速神之后接着 就准备要去拍他们 就是12月中旬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节训周 那个节训周 我在谷关待了8天 因为第一天要开车过去 然后跟他们开一个会讨论一下 然后第二天开始是着装 着装之后他们要去走谷关一大圈 基本上就是山地 我刚才前面讲的 有山地丛林 然后有水域 然后就会回到 那个谷关的立昂营区里面 然后做所谓的城镇站的一个测验 然后到最后节训完会有信心池 蛮多人都听过信心池这个东西的 那一开始他们第一天整装 然后要去装备这5天 所需要的一些食材 或是说一些装备 他们 这个很好玩的 我觉得跟一般单位不一样 因为像那个美国的Rangers 他们有一个清单 就规定你必须要装什么什么东西 可是台湾图吉兵不太一样 台湾图吉兵只告诉你说 5天 你就是这5天 你要自立自强 所以呢 你要装什么食物 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 所以那一次我觉得 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大家就蛮喜欢 我那一梯啦 我讲说我那一梯看到的 大家就很喜欢带罐头 然后喜欢带油饭 我不知道这个油饭的 油饭的那个 这是谁教出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他都手下带油饭 可能因为他可能即时品 大家就比较方便 然后罐头也可能是因为 你打开就可以吃 也比较方便 而且因为你的身上 所带的那个万用刀 你可以直接开罐头 就比较方便 就八宝粥啊 罐头 然后油饭 我觉得他们很多这样子 会这样带 可是那一梯的训练的班队的干部 就跟我讲 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因为实际上你还是要带干粮 或是一些及时性的产品 那像油饭这种东西 比较不适合 就是他们有跟我讲 其实他们这带的东西 会扣分啊 不过后来这些人到最后撑下 剩最后九个嘛 还是有捷训啦 只是我只觉得 他们一开始带包包里面的东西 就蛮有趣的 当然因为他们并不会管说 你要带什么 就是禁止的东西当然不能带 但是你剩下 你要怎么样去度过你这五天 基本上是你要自己去评估 自己去规划 我觉得这是台湾蛮好玩的一点 而且我觉得也挺对的啦 因为你这五天基本上就是 我部队我把你投到这个地方 但是你要怎么去评估 你的作战计划 那本来就是你身为一个领导干部 你应该要会议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蛮好的 蛮好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他们着装完之后 准备好了之后 他们就开始去做一个基础的行军嘛 那就是跟美国是一样的 基本上都是一个越野行军的过程 那再来他们就要做一些 大甲西的渡西 而且因为冬天虽然说是 所谓枯水期 但大甲西其实 溪流还算是蛮挤 当然夏天就很难渡河了啦 因为夏天那个水很高 但冬天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到膝盖 顶多最高最高到大腿而已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渡得了 但就是你要如何去 跟你的同袍之间 去搭配 然后去渡西 这就是他们在突击兵训练中间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是你的领导能力 和你跟同袍之间的合作能力 再晚一点 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美国的突击兵训 其实并不是单纯的靠和 就是我的考官去靠和你自己 其实在每个人之间都要去互评 如果你这个人 在你这一梯的受训的过程中 如果其他同袍觉得 你是有疑义的 你是有问题的 你会过不了这个训练 所以所谓的同袍之间的互评 这是一个蛮关键的东西 在台湾我那时候 是没有看到这个状况 不过其实如果你的 跟其他的受训的学员 如果你除得不好 那其实相对的考官 也一定是会察觉的到 那再来呢 那时候度完西医之后 第一天是爬那个唐玛丹山 唐玛丹山其实应该很多人 在古关爬山都有去过 它不是一个很高的山 我记得是1250而已 不高 但是呢 它的特色是 抖上抖下 它从头到尾都是 你要用双脚 双手 去爬的一个山 不是很好走 我那时候就跟着他们 这样一直走 当然因为我带的装备 我那时候也自己给稿 就带的比较重的装备 因为刚好 因为刚好那一阵子 我也常爬山嘛 就玉山雪山这样子爬 所以相对身上的装备 也算蛮完整的 那我想说 我也带自己带吃的东西 带泡面啊那一些 但后来发现 其实我根本用不到 因为其实那些教官 准备的食物 还蛮丰富的 所以其实 我自己吃泡面 我和吃那个 即食 那个有个什么 饭啊 突然忘了 就是干燥饭 我真的是 自己整自己 其实根本完全不需要 吃他们教官的东西 就好了 那时候也是 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那他妈带山之后呢 就是八仙山 我觉得八仙山 是一个蛮硬的事情 因为其实八仙山 是个没有井啊 所以变成说 你在爬山的过程中 你是完全 没有什么放松的感觉 而且因为他都是在 丛林里面 所以其实 我不知道有些人去 八仙山会爬 所谓的单工啊 因为八仙山 并不是个 适合过一夜的地方 他没有水源 所以变成说 他是个 你一定要单工 一整 就是一天单工完的一个山 那一天 八仙山的日子 真的是很痛苦 因为八仙山那一天 下得磅礡大雨 而且基本上 虽然说我穿的GOTEX啊 就是穿的完全是防水的装备 但是 那个雨太大了 还是会渗进来 而且我必须要保护我的摄影机 那时候我带着 就有 手机一定要有嘛 而且是两只手机 因为有一只是热显像的手机 然后 一个小的handicam 然后再来是GoPro 所以变成说 那些装备 我必须要 每个都要保护起来 然后加上 身上装备 又有点重 然后我是带双杖啦 好处是我那时候 因为 其他人是要背枪嘛 那种 就是突击兵的运营人 他们都不需要背枪 但是我是可以 空出双手的嘛 所以我就是拿双杖去爬山 所以相对我的负担 是比较轻一点 不过因为那个下雨天 真的是让人觉得很痛苦 而且中间我还差点迷路 因为我想说 我要先操前 然后等他们来拍摄 所以其实很多人讲说 那个 通常在一整群人 就是一些好像很超 很严酷的操练里面 那其实体能最好是谁 通常都是摄影那一位 因为摄影都要先超前去 像不是有些YouTube 有些画面 不是说那个 100米长跑嘛 100米的短跑 然后就会发现说 怎么跑最快 还是前面拍摄 那一位 其实就是这个状况 但那时候在巴掀山 我那时候想说 我就应该要超前去 等他们来 然后就可以拍摄一个 他们前进过来的画面 然后那时候 如果说在特训中心 有受训过的一些朋友 可能会听过老观这号人物 就是观力联市馆长 他应该是上市 其实他是上市啦 观力联 他是个在特训中心里面的 一个灵魂人物 号称就是你把他 放到山里面 一个月他都不会死的那一种 因为他可以在各个 山里面不同的地方 找到可以吃的东西 他在野外求生方面 应该是台湾 目前第一把交易 尤其我还记得那时候 跟他在一些行军 我们在过程中 他就不断在旁边 告诉我说 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 然后还播给我吃 所以其实真的是 蛮厉害的一个人 而且他对山领域 这一块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熟练 然后那时候 我就先往前走 我就不管了 我就会一蒙头的 就直接往前走 然后就被老观叫住说 欸你要去哪里 然后想 蛤什么状况吗 然后告诉我说 你干嘛走 那个水 你干嘛走那个 水路走的路 就是那个 所谓的寿径 其实那时候很危险 我记得那一次 在古关 那次拍他们的 捷训周的时候 其实遭遇过好几次 很危险的状况 那一次 第一个就是 我走到的寿径里面 因为我想超前 然后就跟我说 那个寿径 其实有点 如果没有被他叫住的话 我可能就被谋行 那牵走了 所以其实是 还蛮可怕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就突然惊喜 蛤 怎么了吗 他说那是给路走的 我就默默走回来 就只好默默的 跟着他们 就等他们移动的时候 我才跟着走 因为我才知道 正确的路径在哪里 虽然说 八仙山的路径 并不是那么的难看到 但是我还是 并不熟嘛 第一次爬嘛 而且啊 在接下来的时候 因为到中间 有一个分岔路的地方 因为这种磅礴大雨 其实他们的进度 是很严重的迟患 而且在那时候 我刚刚不是讲嘛 第一批不是 13个人 13个人 然后最后剩9个人嘛 诶 12个人啊 11 19 我记得中间淘汰了两个 还三个人 11啦 11变9个 不好意思啊 那就是有两个人被淘汰嘛 那两个人呢 都在那一天被淘汰 八仙山那一天被淘汰 因为那天真的是很残酷 因为雨真的很大 然后有湿温的 然后有高山 也不是高山镇啊 就是有贫血的 因为他们第一天 其实 他妈单山就已经操到一个不行了 那八仙山就根本不用讲 所以那天他们的进度 就变得十分十分的缓慢 所以变成说到中间 在分岔路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先下车 那就是包含像衣冠啊 还有当初陪着我的那个 新府官啊 就是负责政战这一块的新府官 我们就先下山哦 那剩下的部队 他们就直接去攻顶 然后就把Gopro交给那个 他们就是训练班队的班长 请他帮我去拍 剩下他们到山上去购连的画面 因为他们的任务 那天的任务是要到 他们那天的任务 就是要到八仙山的山顶 然后跟谷关立昂营区的人 做通讯购连 所以他们是背着一颗拐拐 上去 然后要去跟他们做通信 那下车的时候 因为其实那个八仙山的下坡路 那一段 往八仙山山林游乐区那一块 没记错的话 那一条路径其实是蛮滑的 然后那时候还发生一个蛮危险的一个状况 就是 在下山的那时候 我就突然滑了 我就突然滑了一下 我就滑了边波下去 那时候就真的觉得 有种人生走马灯的一个感觉 就觉得 好像一切周边的事情 有变慢 我就觉得 突然有种那种 发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那种感觉 就你在滑的瞬间 你会发现周边的动作都变慢动作了 我就觉得 哇 我接下来要怎么办 在滑的时候是 有滑了一小段距离 我想说天啊 那我接下来 我要干嘛 我就一路滑下去了吗 那我要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发现 旁边有一根斜出去的树干 因为那时候也冬天啊 我觉得运气也蛮好的 如果是夏天 可能就运气没那么好 因为冬天其实下面的腐植层 蛮厚的 因为已经过了秋天 很多绿都落下来 所以那个地面上面 就斜坡上面 其实是铺着厚厚的一层树叶 所以我运气真的很好 那滑下去的时候 没有什么痛感 就只是身上脏了一点 然后我就看到那根树干 我就抱那根树干 我就停下来了 然后那时候 其他人在上面 就手伸出来 要把我拉上来嘛 我就一鼓作戏 我就抓那树干 就是拉一下 我人就站起来 然后就赶快抓住他们的手 就被拉上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 运气很好的一个事情 当然因为 我之前的右膝 其实有受过伤 所以变成说 我在下坡的时候 那个右脚会比较没有力气 那加上因为一整天爬完 8300 然后加上下雨天 体力耗损太严重 最后是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 就还是一样 就撑撑撑下去之后 然后因为是雨很大 然后那天 要把我们接走的人 刚好因为他们又出公差 所以变成说 我就在那边 默默的等他们来 那就还差点时温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 很久的一天 所以其实在野外状况 尤其在行军 不管是一般的行军也好 或者说你是一个登山也好 遇到下雨天 我真的会建议大家就不要爬山 因为无论你的雨被的装备在怎么好 你的雨水终究会渗透到你的身体里面 然后会造成你身上体温的消散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本来就是个下雨天 我绝对不爬山的人 不过那次是因为拍摄嘛 就没有办法 然后因为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那个 你的体力快速的流失 然后加上你体温也快速的消散 这种危险也在那一次 我真的是感触是蛮深的 不过还好 因为我没有睡下去 所以我就真的就等到他们车来 然后就把我载回到营去 我刚才把衣服换好 然后就可以继续接下来晚上的拍摄 这真的是蛮特别的一次的经历 然后在八仙山之后 我接下来就是所谓他们在水域里面的移动 他们那时候就是要从天伦坝 然后爬到一个古关发电厂 废弃的一个厂区 那也是个蛮特别的经历 因为通常一般人也不会去那边 或者说你要去的话 你也真的就是要走一些涉水的方式 你才能到旧的发电厂那边 因为那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废墟了 那他们就必须要滑小艇 慢慢滑慢慢滑 滑过去 他们没有办法像其他的 像那个干部 古关的干部一样 他们可以装选外机的 就冲过去 因为他们必须要在静谧的状况之下 然后要到达古关的发电厂 因为那边就是假想的一个目标区 他们就滑出来慢慢滑 然后我们就是坐车 然后到谷关发电厂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涉水而过 然后到那个地方 就谷关发电厂然后去等他们 然后那时候 哎 因为他们滑船上面也逆流而上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因为通常其实你在做战术移动的时候 我们如果滑小艇 通常都是要去顺流而下 我们不会去逆流而上 因为逆流而上真的很慢 那他们是被交付任务说 他们必须要逆流而上 然后他们逆流而上的时候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嘛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还默默睡了一个午觉 然后差不多等他们来的时候 红军就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就开始丢烟雾弹 然后开始狂放他们 他们就被打乱七八糟了 其实不容易啦 就是他们上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浑身是湿的嘛 因为毕竟你可能会经过一些溪流 比较激流的地方 那下来之后不容易 因为其实你渗透进来之后 你到达一个目的地其实是要整装 整装之后呢 你要拟定作战计划 然后再前进 不过因为他们的时间被压得很短 他们就要直接要进攻了 那当然啦 就是跟他们一阵空包弹的交火之后 那当然他们有给他们一些任务嘛 然后做一些组屋搜索 他们那个过程其实重点是在于说 你要如何抵达到你的目标区 然后针对那个地方的地形 然后做组屋搜索 那搜索完之后 他们就要接下来 要到下一个地点去 也要继续再进行移动 那在接下来 他们就要做墓区的一个应付 所以那天晚上他们 因为全都湿的嘛 然后他们就必须要到 一个隐蔽的地点 要去做整部 然后去休息 然后那天晚上呢 他们那个教官就跑过来跟我讲说 晚上我要去渗透他们 我说好啊 那我就跟他们去 然后去的时候 他们先跟我说 先爱情不要惊动到他们 因为他们其实 那一批的学员是有轮流做 晚上的一个警戒 他们是有轮班的 所以那些教官就要很小心 就不要去惊动到他们警戒的人 因为警戒的人 我记得是只有一个人而已 因为他们那一批人 那时候已经剩下九个人而已了 已经快没有人了 所以只能一个一个人轮 顶多到两个人 但是我那时候只看到一个人而已 然后他们就默默的进去的时候呢 就一整批的教官就杀进去 然后开始去 然后开始就讲说 那个敌火已经到达了 什么样子 然后已经火力做发扬 什么之类的 那些人就 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了 因为他们那天 其实全身都湿透了 他们就把衣服拿来晾 那是个蛮严重的状况 然后其实被教官电的很惨 他们说这完全是一个很不行的一个做法 然后就整个电他们一路电到太阳升起 太阳升起来 从深夜电到日出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蛮 我觉得是蛮 蛮惨的状况 那时候他们就 不断的被追杀 然后开始 教官开始喊说 你们要开始打枪出来啊 你们要开始一个一个要去 要去做交战啊 怎样啊 敌人在哪里啊 整个方向啊 他们要去做接战准备啊 什么啊 开始拿装备啊 什么的那些 哦 那真的是很经典的一次状况 那在牧区影符之后 他们又开始要做一整串的继续行军嘛 那就是有些人就在那一滑里面 就被掳走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人数是有减少的 然后在几次 他们后来还有几个 所谓的一些特工啦 特工的一个操演 也是有被掳走一些人 所以到后来他们要到 回到谷关那一块的时候 因为接下来到谷关 准备要做最后一个阶段了嘛 那谷关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要先去做人质的营救 当然啦 那个教官也是会放一些 小炸弹啊 什么在那边嘛 然后放一些漆弹啊 那些哦 然后去整他们 然后他们就先要去做 人质的营救 然后营救也是一样 你要把CQB的一个技术 你要拿出来 然后再来要到雷达站那边 做特工 你要放那个炸药 可是那时候他们 有出了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他们带了一个人 解救出来的人质 他是没有武装的 所以说那时候他们就出现了一个奇异 就是我要分成两个小队哦 我两个人去保护这个人质 然后其他人做雷达站的特工 还是说全部人一起去 那时候他们教官是建议 最后是建议说啦 其实这个状况 你应该是全部人都一起去 虽然说你那个人质是没有武装的 但他毕竟是一个作战的人员 所以他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一个 殿后侦察的作用 他跟一般你所谓的平民的人质的状况 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如果你把两个人 去雇那个人质的时候 你的兵力就减损了两个人 你的特工兵力就会减少 那你的战力就会减少 所以其实实际上来说 你应该是要 那个人解救出来的人质 他是作战人力 应该要并在你们的部队里面 继续一起进去做特工 他可以做比较后方的工作 或做一些借户侦察的一个工作 不见得要进去做特工 但是你要把它并在整个兵力里面 所以他们那时候想要说 我去做保护人质 派两个人去做保护人质 这件事情是一个错误的 被教官做一个纠正 那在那个人质营救之后 再就是做 回到很多家屋的那个地方 他们开始要做CQB了 当然就是丢了一大堆的烟雾弹 然后开始做交战 那时候我就很犹豫 我到底是要怎么拍 那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难的 因为他们都在屋子里面 我在外面 我能拍到什么 那时候我跟君文社的 还有情报 我们三个人会想说 奇怪 到底是要怎么拍 你这样子 你在屋子里面 我们那时候第一轮 我们并没有进去屋子里面拍 然后我们会想说 到底什么状况 因为别人每样超大声的 你知道吗 就哇 天哪 这里面已经那么嗨 那我们要干嘛 然后我们会想 那就进去吧 所以我就跟着他们进去 难得有种比较像当战地记者 那种感觉 你就真的在屋子里面 因为他们打的是七弹 虽然说 是七弹 但是因为我们身上是没有 什么保护装备的 我们就是一般平民 死老百姓的状况 跑进去跟他们一起 晃来晃去 当然啦 里面的教官也是没有 穿什么防护装备 因为他们其他的红军 会做敌我士比 他们当然不会打教官 只会打那些受训的学员而已 不过其实我们还是要 自己去小心 就是不要介入到人家的 交火范围里面 就枪口指向这个事情 我们自己要去注意 然后就看他们就是 打完之后 就是教官的一阵训话 训话完之后 其实最可怕的一段 也是说我在整个 突击兵他们在那一题词 所拍摄到 我觉得最残忍的画面 其实是在最后那一块的 耐打阶段 耐打训练里面 那耐打训练其实说出来 比较像是说 对他们身心灵的一个考验 你要如何去抵抗 敌方的这种 压迫或是一些威胁 那这耐打训练其实并不是说 我只是坐在那边 乖乖让你打 而是说他其实是有发 所谓的搏击的装备 去跟散打班 很可怕散打班的人 去做搏击 那当然就是可能 他的那个想定可能就是说 你已经在没有武装的情况之下 那对方就是要开始 要跟你做肉搏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抵抗这些人 那其实这是个非常不对称 作战的一个状况 因为那些人已经操了五天了 而且几乎都没有睡觉 基本上是没有睡觉的 他们已经五天了 然后你面对一个睡饱饱 然后放着周杰伦 双结棍的一群散打班的高亢人士 他们那个气氛真的是很高亢 他们在拳击手上 一直叫 我觉得真的是 我那时候连我自己在旁边看 我觉得哇靠 等下这些人 你真要打下去还得了 会不会一打整个牙齿都飞出去 果不其然 真的有人牙齿被打飞了 那时候就一开始逼 然后就叫散打班的人自己找对手 然后突击逼的人 因为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已经 有点头昏眼花了 因为你经历过了那么多的课程 和那些突发的状况 然后加上前一轮才刚 你要走过夜行山林 一整串的一个山林里面 然后加上你又经过CQB的战斗 然后接下来你要开始跟人家肉搏战 就打一打去打一打去 当然打倒10秒钟就被拖出去了嘛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偷偷自己倒10秒 然后被自己让自己拖出去的 但到最后面就是有一个特意赢的 特意赢他撑到最后面 然后他那个整个肾上腺素大爆发 然后就整个狂K那个三打班的人 然后K到他自己的头盔掉下来 然后赶快被其他特训中心的人赶快先把他给保护住 然后刚好时间也到了 我觉得那是我那一次看到他们就是所谓耐打训练里面 一个蛮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打完其实天眼就亮了 那他们就会回到卧室稍微做一些休息 做一些休息之后呢就换了一个全新的迷彩服 但其实这全新的迷彩服呢撑不了多久 因为那一天的早上就是他们很多的家属就会过来 因为他们准备接训最后的1000公尺障碍跟星星池 那1000公尺障碍其实就跟美国突击Rangers 就Rangers School的那个REP Week 中间应该说Darby 应该是Darby那一块比较像 他们就是要经过很多拟命地啊 然后一些那个障碍的一个考验 那1000公尺障碍其实在那一天 就所谓节训日那一天的1000公尺 其实不会跑完 他就只有跑前面那一段而已 就是第一排那一段 如果大家有去特训中心的话 第一排那一段就是有高塔 然后独木桥 三角独木桥 然后后面要做摆档 然后你要在水池 泥泥池里面滚来滚去 然后就是那个老关嘛 他就会下指令 往前滚往后滚 往前滚往后滚 他下很多其他的指令 然后到最后才让你过 那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七层楼高的星星池 你就是跳下去 那大家如果在一些媒体的采访里面 应该就有看过 就是突击兵有星星游泳系往下跳 然后前面的那个 救生员他 应该说借户军官 他就会告诉你 他会挥骑子告诉你跳 然后你就跳下去 那其实过去 曾经有让媒体体验过 信心池这个东西 不过因为信心池七层楼高 你往下滑 坐那个滑车 往下滑的时候 其实速度很快 然后曾经有人就是不小心 就错过那个滑下去 跳下去那个时机 就直接挂网 就受伤 还有人曾经跳下去 就姿势不振 然后就晕过去 所以其实后来就没有让 其他人去体验 基本上就只有突击兵 受训的人才会去跳那个信心池 然后你在跳完信心池之后 你就会被赋予突击兵的 那个玩训的那个飘带 那个tag 你就会成为一个 具有突击兵资格的一个人 那就是他们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啦 而且其实你整个训练 其实你学到 他里面的教范 其实很多都是从美军来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学到 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虽然说你在台湾 你可能受训的是以中文为主 那可能有些观念 不见得是最新最新的 但他其实是一个 对体能上面是个很大的考验 然后加上你对于一些战术 你一些经验 不见得你在一般的部队里面 你可以接触得到 我觉得这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那再接下来 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美军的Ranger School 马上回来 OK 在最后一段 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美军他们Ranger School 游基品学校到底在做哪些事情 他们基本上 如果你是一个菜笔吧 没经验的话 你可能在之前 会有一周的调试训 那其实他们基本上 是61天的训练过程 那第一周是所谓的评估课程 然后或两周的评估课程 然后在后续就是 你会有所谓的3D阶段 和你的水域阶段 所谓的乔治亚洲那边的Mountain Face 和最后面的佛罗里达的Cambrado 那边所谓的进阶战斗技能训 这一部分 那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第一个阶段 是在本宁堡那边 就是他们的大本营那个地方 首先那个Rab Week 叫做Ranger Assessment Face 就是所谓的游基病评估阶段 那这个东西 其实里面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Ranger Physical Assessment 就是你的体能评估 这是所有去受训的人 最痛苦的那一段 因为体能阶段 你所谓游基病的一个体能的评估里面 你会需要做49下的弗力提升 然后59下的仰卧起坐 然后40分钟内 你要跑完8公里徒手跑 然后6下的单杠 你觉得它很简单吗 其实很难 因为它的那个要求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它那个所谓的弗力提升 它是必须要凶碰到地面 它跟我们台湾就是下巴有一个垫子 你碰到机器碰到的 其实是蛮难的 然后另外它还有所谓的 战斗水域求生的评估 然后障碍的超越 然后战术测验 然后地面导航负重行军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所谓的野湾战斗考核 那其实蛮可怕的一点 是在各个测验里面 各个评估测验里面 他们教官会有20种的步兵战术课程 会无时无刻的去穿插在里面 然后另外还会有所谓的提法 如果说有人的动作不正确 或者说是有人涂泥带水 就停 然后全部开始做腹体提升 然后开始一直狂做 一直狂做 所以其实 我的朋友他的回国报告里面是有写说 这个像是 你全身流汗到散发蒸气 所以说这个状况叫smoke 就是你浑身已经累到在冒烟 那通常呢 在这个所谓的评估阶段里面 就所谓的rep week里面 淘汰率是60% 尤其里面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都是在所谓的体能评估 就是physical assessment里面那一块 就被再剪掉 那其实非常的恐怖 而且其实我刚刚讲的 前面所谓的49R free挺身 那些东西其实只是一开始 其实在后续 他们还有所谓的战斗水域求生评估 combat water survival assessment 这个东西所谓战斗水域求生评估里面 它是要你爬上三层楼的独木桥 其实跟我们的1000障碍里面的内容 有一点点像 但是它是在湖里面 跟我们在地面 然后挖个小水坑 状况不太一样 它在维多利亚湖里面 爬上三层楼的独木桥 然后走过去之后 你要倒挂攀登绳索 然后要碰到一个Ranger的木板 然后在反手引挺向下之后 你再落到水里面 然后游20公尺上岸 然后你再扛那个滑车 跑到五层楼的高塔 然后再滑到水中 你们觉得跟信心池很像 其实就是信心池的翻版 然后再游20公尺上岸 然后最后你要穿突击马甲 然后再手持训练墙 跳到水中 然后到湖底里面 然后再装备卸除 再浮上岸 然后再游到教官台上岸 报告通过 其实这是个变态版的1000障碍 中间你只要有一些不标准的动作 或是你有些很挣扎的举动 你就被淘汰 然后在晚上之后 就会做格斗的课程 像是单臂过肩摔 过腰摔 和勒紧的技巧那些 这都是他们的一些 Rap Week里面的东西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所谓的地面导航 就是要运用直北针和地图 要找日业间有四个标点 他就必须要自己去寻找 而且中间你不能交谈 你交谈或是使用一些你其他的装备 不是许可的装备 你就被淘汰 然后再来有所谓的突击兵战术测验 当然有所谓像排用机 像分解结合 然后排除 或者是说像是那个人员定向雷 就所谓扩刀地雷的排除 设置和排除 然后通信机组的通联 然后这些东西 这都是他的一些Rap Week里面 要做的事情 做完这些课程之后 你可能还有一些补测 做完如果你需要做的话 你就把它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准备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就是所谓Darby Face Darby Face其实也是个蛮可怕的阶段 这个就是有关于部队领导程序 然后巡逻的一些 就Patro的一些做法 爆破 演战和小队伏击 这些东西 这都是基本技巧的一个学习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做所谓的障碍跨越 Darby Queen 中间其实他有一段 我记得叫做 Warm Pit 在Rap 应该说前面一个 在Rap Week里面 有个叫Warm Pit 为什么叫虫 那其实就是 你要在一个很泥密的脏水里面 然后做高半网 在里面你要做前进 那其实是个蛮恶心 蛮痛苦的历程 所以他被形容叫做Warm Pit 就是一个虫的 一个虫虫在的一个地方 那是一个脏水 那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地方 那虽然说像那个骨关 在最后那一千障碍里面 你要去滚那些脏水的状况 其实跟这个Warm Pit的状况 其实是蛮类似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那就是Darby Face 你在所谓的一些越野障碍 和你一些领导的课程里面 你过了之后 你在最后阶段 就Darby Face 最后阶段就是所谓的同财评估 就我刚刚前面有说到 就你在这个阶段 因为你要去展现出 你的领导能力的时候 如果同财觉得你的状况不允许 你并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你就会被刷掉 所以并不是单纯就考官 看你行不行 还要不然同财觉得你 O不OK 这就是他的特色 都在这个地方 再接下来 就会到那个Kim Frank Mario那个地方 就是北桥加州 那个地方 要进行山地训 那这边就其实有点像是 在我们突击兵训里面 所谓的山地丛林站 那个地方 他必须要做很多 像登山的学习 像神捷 然后神索管理 攀岩速将 这些地方都是他在这边 所训练的 那另外呢 还有所谓的战斗技巧里面 他们就必须要做 像伏击突击那些 你要阵地的开设 这些也就是在 所谓的山地训 在Mountain Face里面 要去学习的一个事情 他有蛮多的课程要去做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 步兵战斗的基础 你在整个山地阶段里面 都要去做 那在这个阶段结束之后呢 你可能就用散将的方式 要去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那个Canberra的那个地方 在佛罗里达州 你叫做最后的一个 进阶战斗的技能训练 那这边是所谓的 武器功能的一个训练 就像是水上的小船 溪流穿越或沼泽的 一个环境的一个训练 都在这里面要去做 那这边其实有蛮多 是精神的条件很考验 尤其在沼泽作战里面 因为在台湾我们可能 比较没有这种机会 可是因为像那个美国 有很多的那种沼泽环境 所以他们会去针对 这种沼泽环境 去做训练 那其实这个 如果有些人有去看一些电影 应该就会发现 那个环境其实都泥泥 然后你可能常常要 泡在水里面很久 那其实是个蛮痛苦的过程 那在接下来 进阶战斗训 你完成之后 你基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 正式资格的一个Rangers 基本上是三个大阶段 那以这种 我们记得我们前几年 就有一个突击兵女生玩训 那美国其实也很晚 虽然说美国的那个 第75个级兵团 其实已经成立蛮久的 但是到2015年 才终于有两个女性的学员 完成突击兵的资格 那其中一个还是 阿帕奇的飞官 就Shay Haver 这是目前美军在首批通过 两位突击兵女学员里面的 其中一位 这就是美军的一个做法 那像台湾 你讲说 奇怪我们到底跟美方 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一个差异 终究还是在于说 我们体能上面的不同 我觉得这是我们 蛮吃亏的一个地点 因为美方的人相对 因为他们长期的 营养摄取的方式不同 和他们运动习惯的不同 所以变成说他们的体格上面 终究还是有占了一些优势 变成说像台湾很多人 送训去突击兵 美国的游击兵 学校去受训 很多都是在体能那一关 尤其负重型军那一块 就很容易会很吃不消 这是一个我们目前 蛮吃亏的一个地方 但其他像战绩 这一部分 尤其像学科 学科这方面 其实台湾人一直以来 都是非常的优秀 所以可能在体能上面 我们就是接下来陆军 不管是陆军 或是我们其他的单位 也好 像今年的空军救护队 就要送人去做所谓的战斗衣物式的训练 相对他们今年的受训结果 如果不错的话 可能往后就要送到 所谓的Superman School 所以在送到Superman School之前 体能的加强 那就变得很重要 当然好像我朋友就跟我讲 其实说穿的 PJ跟美国的Ranger和绿扁帽 那些相比 体能上其实PJ 还是相对的弱一些些 目前美国体能最好 大概还是在绿本帽那一挂 大概是体能最好的那一群人 不过整体来说 其实体能这一部分 仍然是我们国军目前 还要再去强化的一个地方 因为毕竟如果说 你要送到美国去训练的话 你在人家天平上面 他们是齐头式的平等 所以不会说因为台湾人的 相对身型可能稍微比较小一点 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待遇 其实是不会的 是相同的待遇 这就是我们台湾 如果说接下来 还有些人要送到美国去训练的话 可能就必须要再去强化的那地方 那相对的 我在那一年 2017年 就108-2那一班 我想起来 108-2那一梯的受训 其实跟他们这样跑 其实也真的是蛮有趣的 虽然说 你会发现很多人 可能没有先前 有受过相关 像CQB 像是水域 这种作战 所以变成说其实 你会发现 企图疾病的训练 很多人的学习曲线 其实是蛮痛苦的 所以变成说 有没有一些前面的 一些先修班 像是美军 你看他们会有所谓的 调试训练和评估周 有所谓的rap week 这种东西 还有前面的一个调试训练 额外会有教官 让你先调整 你的身体的一个状况 然后让你去可以 顺利的进入到这个 训练里面的第一周里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陆军 接下来如果排一些 受训规划的话 如果有一些这种 可以调整的一些课程 或说一些先修的课程 不管是自主训练也好 或是你安排训练也好 我觉得这样子 对于整体的训练效果 应该会更好一些 虽然说其实突击兵中 就是个 这种训练中 就是个 会很有高淘汰率的 一个训练 它是个高淘汰率的训练 可能到六成甚至九成 那你如何让大家 能够尽可能的保有这个 能够持续受训 甚至完训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增加完训的能力 绝对是一个选项 而不是说我要让 单纯的一个高淘汰率 因为你 纵使你高淘汰率 可是你 节训下来的人 如果实力还是不够的话 那其实相对的 你的训练成果 一定还是不好的 那如果你让 一开始进来的人 都是个 有高完训 可能的人的话 那相对 你最后筛下来 纵使可能剩下五个人 四个人 那些人的能力 也一定会比你 先抓一把 完全没有经验的人 然后进来筛 筛完的 一定还是会来得好 所以想说 其实还是有蛮多 可以再进一步 强化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 你看我们的兵力 逐渐的在减少 现在都是以志愿义为主 我们想讲 所谓的精兵政策 那其实在训练的方式 你要做一些改进 像今年有很多所谓 科学化练兵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陆军做了很多 像部校 做很多科学化练兵 我那时候也去刷 那个有个体质 那个测量机 他们告诉我 假如把我的那个 饮食习惯 做一些改变 基本上我的体格 就可以回来 虽然说之前 我因为骨折的问题 就整个体力 下降得非常的快 那也胖了很多 那他们就讲说 其实我只要改变饮食 所以我现在就在 做一些饮食的改变 那的确是有一些效果 那他们已经有 这么科学化的一个做法 其实把它整合在一起 其实我相信 对于整个陆军的训练 应该会有更多的帮助 那我这就是 这一集里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之前在看 突击兵训练 那一年 在谷关过生日 看了一个状况 而且我那天很贱 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12月14号 在谷关 拍完那一整天之后 因为真的很累 我就跟 我的 那个新闻官讲说 就新府官讲说 我好累 我要去吃麦当劳 所以我就来跑去 那个山下面 去吃麦当劳 然后再回谷关里面 我觉得对于那一帝人 看在眼里面 他们该恨死我 所以 也是一个蛮 蛮好秀的一个过程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好 那就是部队过 那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也欢迎您 就是订阅 还有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或是想要跟我讲什么话的呢 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下面的留言区留言 那我会尽快的恢复给你 然后 像我们联合报数一版的近期 还是有很多我们前辈 做了很多深度的报道 也欢迎大家 波容过去看 那我们一年 八百八啦 就欢迎大家 就直接 付个一年 然后欣赏一年的好文章 那有兴趣也可以再继续续定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周三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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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